今天AT个股推介第一只是中国平安2318 选择原因是中国伏偿以及去年的基数低 中国平安受惠于过去管理效益 交叉销售机会 新业务价值增长有望复苏 兼跑赢同业 第二是中国第一季的GDP好过市场的预期 有助A股及中长期的债息上升 对内险股有利 第三个原因是平保今年盈利复苏 往后两年顺利预料将会保持双位数增长 但估值低过历史平均值 由平保在3月中公布去年业绩后 到截稿前 现商给予平保的目标价平均大约是73.38 较平保上星期收市价高出39% 投资者不妨抠52元买入 先看70元关口 只虧可以定在48元 第二个推介是银鱼 在澳门倒业复苏下 龙头银鱼旗下 澳门银河三期将会陆续开放 有望带来人流和赌客 券商预料盈利可以迅速恢复 截至2022年底的全年度 银预证收益按年跌了42%至115亿 自中国重新开放后 今年澳门倒业的经营情况有极大改善 澳门博彩监督协调局 早前公布3月份的数据 澳门博彩收入录得127.4亿澳门元 按年上升了2.5倍 按月升了23% 另外澳门特首何一城上星期就说到 现时6间博彩企业已经设立12个场所 经营外国人博彩专区 并且有信心今年赌收可以达到 原定的1300亿元水平 在行业整体环境改善之下 银预作为龙头自然会受惠 旗下的澳门银河三期将会分阶段开放 高盛指出 看到澳门银河的人流和赌博活动明显回升 中场大多数赌台最低投注额 是超过1000港元 较农历新年后的800元高 高盛说到 比起第一和第二期 只有水上乐园、美食广场和零售店 第三期新增了不少新设施 例如有16000个座位的会场 可以满足各种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的需要 该行相信所有新增家的设施 将会令人鱼的非薄彩产品更多样化和丰富 澳门综合券商最新的平均目标价是61.08元 较上星期营收市价57.65 高出5.9% 建议在56元买入 目标先看63.50 跌穿53元就适宜置舍了 第五个月